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時政評論 周曉輝 中共七常委腐敗與隱匿財富或被美曝光 4月10日 堅定反共並與美國軍方有著密切關係 且與美國前白宮首席策略師班農關係密切的資深媒體人 比爾·戈茨在保守派媒體《華盛頓時報》 發表了一篇讓北京中南海高層心驚的文章 核心是美國情報機構正在撰寫一份涉及中共高層腐敗 和隱匿財富的報告 其中就包括中共黨魁以及七常委 為什麼要撰寫這樣的報告? 原來在美國總統拜登去年12月簽署的 《長達1000多頁的202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 第6501條規定 國家情報總监艾威爾·海因斯 從去年12月起 有一年時間與國務卿布林肯一起 完成並公布這份關於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財富 和腐敗活動的非機密報告 彼時 是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資深共和黨人 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馬可·盧比奧的工作人員 將要求提交報告的立法添加到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中的 報告的目標是習近平和其他中共高官 包括由205名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 25名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 除此以外 美國情報機構還將評估並報告 中共國29個省委書記 看看他們是否有隱匿財富 以及是否涉及腐敗 以美國和其西方盟國的情報能力 應該是掌握了不少中共高官腐敗和在海外資產情況 比如 過去幾年 海外曾爆出王岐山 楊潔篪 王毅等高官家人 在海外持有房產 2016年 全球超過1100萬份法律和財務記錄被泄漏 及巴拿馬文件醜聞 其中就包括中共幾大紅色家族利用離岸公司 隱藏巨額資金的證據 據說 美國手中業已掌握了相當多中共高官子女 家屬在美的信息 而且幾年前 就盛傳時任美國總統川普要公布中國官員180萬子女在美檔案 如果說一個月前 路透社披露 川普曾授權中央情報局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發起祕密活動 即利用虛擬網路身份傳播關於習近平政府的負面訊息 同時向海外媒體泄露一些負面情報 包括中共高官在海外藏匿非法取得的資金 中共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發生的腐敗和浪費等 已經讓中共惱怒 作物不安和恐懼 那麼 美國情報機構正在撰寫的這份報告 一旦完成並公開 將會引起怎樣的驚濤骸浪 在比爾 歌詞看來 腐敗現象在中共體制內十分普遍 習對涉嫌腐敗的黨內和軍隊官員發起了多次政治清洗 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在上個月公布的年度威脅評估中稱 從2023年對包括國防部長在內的高級官員的清洗來看 中共領導人幾乎肯定正在應對腐敗活動 對軍隊能力和可靠性的持續破壞影響 腐敗是中共領導人面臨的幾個問題之一 習近平繼續強調腐敗的危害性 並進行訓斥 公開警告 調查和開除黨籍 前外交官 退役海軍陸戰隊上校格蘭特紐沙姆 在他的著作《當中國進攻時》中說 公眾對腐敗的憤怒讓習近平和中共其他領導層感到恐懼 他認為中共的腐敗問題在於根深蒂固的共產主義體制 習無法根除 紐沙姆還建議或許調查腐敗可以先從中共500名最高領導人及其家人開始 並反覆 廣泛地宣傳 腐敗是加速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共國在太平洋 非洲 拉丁美洲 和其他地區影響力的動力 看來 美國朝野上下對於中共的腐敗了解的越來越多 對於這份於北京而言無疑是重磅炸彈的報告 比爾 哥茨認為其將影響拜登政府試圖與北京緩和關係的努力 中國問題專家 前國會助理保羅 伯科威茨則表示 該報告將可能有助於打破中共領導人謙遜 自我犧牲的基本神話 他說 盧比奧立法將向世人展示 中共高官們是如何積累起巨大的個人財富的 比爾 哥茨提前劇透這份不久後將出爐的報告 顯然並非無地放矢 而是美國在政治 經濟 軍事 科技等方面之外 加快打擊中共的一個步驟 除此之外 今年3月 美國眾議院委員會剛剛通過了《制裁中共法案》 該法案對習近平和中共中央委員會成員及其成年親屬實施金融和簽證制裁 制裁方式包括凍結財產 吊銷簽證及所有可能福利等 2月底 美國聯邦眾議院共和黨研究委員會主席賀恩 共和黨研究委員會國家安全工作組主席威爾遜及多位跨黨派議員 還聯合提出反共產主義中國法案 這項法案被外界視為美國國會有史以來 針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規模最大 最全面的立法 眾議員賀恩在提出法案時表示 現實表明 中共對美國主權構成的威脅比任何現代對手都大 美國必須像對待威脅一樣 對待中共 看來 美國在多方目標直指中共的同時 正準備拿捏中共高層的七寸 一旦有關中共高層腐敗和隱匿財富報告出爐 並在中國大陸發酵 一定會加速中共內部的分崩離析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利参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視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利参 分野参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参又有参曬参 白参 紅参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韓國優質6年高利参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建 記載的九針九鋪方法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種人参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代RA、RF、RG3、RH2為高利人参獨有的成分 經《九針九鋪》製作後的黑参造火興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吃高利参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代RG3的含量比紅参高八倍 人體對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代的吸收率高達80%以上 是紅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輸入優惠碼 DJY2024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